香港普通家庭的生活 今天早上妹妹破天荒的九点多就醒了 我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感觉这门上的衣服都快把路给挡住了 香港十二二十七八度 十二十七八度 一会夏天一会冬天的 衣服穿个一两次吧又不想洗 所以这门上就挂了一年四季的衣服 感觉都快超载了 以前是放在门后面的 后来发现门关不上呀 所以又放前面来了 我本来还想再买一个挂钩 挂门后面的 门前门后都挂满衣服 后来感觉给我打工的门也太不容易了吧 于是就放弃了 早上来蒸个茶果吃一吃 妹妹说她要吃玉米片 她确实也好久没吃了 我老公他们小时候在英国就是这样的 随时随地的泡上一碗玉米片 我把咖啡泡好 然后来敷个面膜 这皮肤好干呐 这把麦片也吃完了 茶果你们有吃过吗 它外面是糯米吧 里面放了一些梅豆花生之类的 软软糯糯的口感 今天我发誓一定要把妹妹早点送到学校 所以12点就开始给她穿衣服树头了 12点半我们已经下楼了 结果到了楼下 她说今天太阳大 一定要回家拿她的Hello Kitty墨镜 在床上找了半天 总算是找到了 这一下可以安心的出发了 在电梯发现了一柳无处安放的头发 别人估计还以为我是给妹妹 扎的什么新发型吧 今天12点58分就到了学校 优秀 送到学校我就去拿快递 我最近没怎么买东西了 下一次拿快递 起码都得一周以后了 且拿且珍惜啊 回到家先煮个面 煎蛋还是粘锅了 油豆腐马上也吃完了 今天特意放了点粉盐 还放了些老干妈和剁辣椒 调一下味道 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发现抖音最近在给我推闻眉毛的 大数据可真厉害啊 你们都叫我去闻 我是听劝的 掐指一算 时间点应该在5月份 那时候印尼姐姐应该已经适应了 而婆婆又还没走 我可以去深圳浪一天 慢慢闻 你们觉得野生美怎么样 适合我吗 吃完来拆快递了 这是蟑螂药 这是两盒成长丸 这是电动牙刷 这是厨师的 这是爸爸的水龙头 最后这个大家伙 是今天的重头戏了 是一堆的铜装 他们三个都有 这是商家给我寄的样品 其实我去年就给妹妹买了好多他们家的衣服 我觉得质量挺好的 价格还不贵 没想到今年有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22号会去浙江湖州 23号会有一整天的铜装专场的直播 有需要的宝子可以预约一下直播 香港的回南天也不知道结束了没有 之前放的厨师包 没几天就全洗满了 我给他换上一批新的 弄完了 来吃个阿波罗 怎么感觉里面的巧克力越放越少了 到点了把妹妹借回来 她一听说有新衣服穿 就立马要先洗澡 我顺便给她剪了一下刘海 不知道 你仔细看一下 弟弟 仔细看一下 老二真是个大直男呀 给妹妹找了这对淑女脱鞋出来搭配 最后请欣赏由三小只带来的时装秀 老蛋出来 老二再出来 哇 so pretty OK你出来出来 大步流星走 哇 好帅呀 老蛋穿了 哇 怎么这么帅呀 哇 怎么这么帅呀 好帅呀